欢迎大家来到泰山自主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意大利黑尘醋牛仔肉 这个大饭首选 还要非常开胃 我自己都很爱吃 马上开始做 这个意大利黑尘醋牛仔肉 当然配饭就是一流 但是我今天就选择了配菜 配什么菜呢 配一个椰菜 但是当然不是只用椰菜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今天切切剁剁的功夫 是多了一点的 好 首先我们切一个红洋葱 这个红洋葱很棒 就是用来做汁的 好 接着我们就会切丝 切完之后拆散它 为什么要拆散它呢 因为我们怕洋葱黏在一起 煮的时候搞定 切另一样东西 好 接着就切我的椰菜 椰菜我们都是切丝的 你可以把它切一半先 然后就切丝 不用切那么幼 又说说为什么我们用红洋葱做汁 其实红洋葱比起白洋葱 是甜一点的 另外汁是深色 于是我们用红洋葱 就会配合汁的颜色 用白洋葱 你会看到那些白色 所以就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是两个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椰菜 有人问椰菜 其实需要拆了之后洗呢 经验分享 我用来做日本的椰菜 我只是撕了一层皮 然后我冲一冲 我没有把椰菜切完 然后就刨 然后吃了 我就觉得没事的 但是假如你真的担心的话 我可以建议你 就是将椰菜切开一半 接着切走底部的径部 然后你就浸少少这个盐水 或者水加白醋 其实你只是想令到里面 虫或者一些东西做出来 但是我又会觉得椰菜 因为它们包得很密实 很密实 所以很难有小动物在里面生存 所以你自己决定 暂时我都没有东西 我这样吃这个椰菜丝沙律 好吗 好了 我们继续 继续切红萝卜 红萝卜就麻烦一点 我们先切到边 让它有少少长方形的形状出来 接着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接着我们要切片 好 切完片之后 我们就要先把它切丝 不用太幼的 因为我们想它有些咬口 那个红萝卜 这个红萝卜就是我用来做配菜的红萝卜 好了 这些剩下的边边当然要 外面那些高级餐厅 它们就不会要的 因为那些形状很丑 我们家里当然要买 不要浪费 我们照切完屋 但为何我们要切了边 是因为纯粹 刚才我们去切大块红萝卜 它是圆形的 如果你圆形就这样切 所以我们要把它切一切 变成一个正方形或者长方形 就可以容易切好多了 切完红萝卜 接着 正好 煙肉 煙肉很简单 我们整排拿出来 然后把它切成一条条就可以了 接着剁多几粒蒜头 然后保鲜纸包紧它 切剁剁剁的东西 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可以做其他东西 好了 现在你就找一个锅 就是用来炆这个牛仔肉 好了 牛仔肉呢 就在这里 那为何有些厨房纸巾包着它 就是因为 我们首先在动物店买回来之后 我们是浸了一些盐水 浸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要用纸巾锁一锁 因为我们要拿去煎 如果太多水的话 一会就要弹到周围也是的 也会影响它煎的美丽程度 好了 现在我们就烧热锅了 试一试它够热味 我们拿一点水 灑下去 很棒 滚珠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看到这些牛仔骨 这个牛仔骨 这个牛仔骨 应该是牛仔骨 可以认得了 但是这么厚呢 因为我特意叫这个动物店 最好呢 就是拿它一块未切的牛仔骨 出来帮帮忙 但是不是每间都肯做的 先说明 所以呢 你最好呢 就找一个熟一点 或者你不居前不居后 看看人家可不可以帮你做到这个东西 好了 好了 我们不下油 因为呢 这里也有一层油 那我们就用这一层油 去煎那个肉 先开大一点 然后呢 用这个中火 油它在这里煎一会儿 好吗 让它出出油 好了 煎了大概两分钟之后 我们翻来看看 哇 非常漂亮 我们就煎一下第二面 我们的目的 就尽量每一边都遮一煎它 令它有一点啡色 上了肉 那就非常好 好吗 那你一路去做这个步骤就可以了 直到每一面都啡色为止 好吗 好了 哇 超级英俊 我们先把火关小一点 然后呢 用盆子放好牛仔骨 非常好 然后呢 这里全部都是油来的 那当然我们就 不要用光了 太夸张了 我们呢 倒走一点点 剩下一点 然后呢 开火了 锅仲是很热 然后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放些洋葱下去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洋葱 煮至焦糖化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中慢火去做 我们要看实的 我们不可以走开的 看实它大概15分钟左右 好吗 然后呢 就会动一下它 煮一煮 好了 这么快呢 就搞定了 接着我们就倒我们的黑層醋 下去了 然后呢 接着我们呢 关这个慢火 然后呢 我们就让它煮大概5分钟左右 5分钟左右 5分钟左右 好了 我们将这个意大利的黑層醋呢 就煮了5分钟 目的呢 就是想把它弄浓一点 弄稠一点 那么甜味呢 又会高一点点 而酸味呢 会低一点 不是没有了 是会在的 OK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会下其他的材料 下少许茄膏 接着下少许冰糖 搅拌它先 接着调大一点的火 去到中火了 然后下少许鸡汤 先搅拌均匀 其实最好呢 就是用牛肉汤 但是呢 香港呢 就不知为何 较少一点的 牛肉汤一合合那些 那些 鸡汤多 因为中国料理嘛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加了这些汤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回我们的牛仔肉 下去了 哇 很棒 这些都不要浪费了 倒下去 接着我们会加些盐 然后有两块月桂叶 接着再加一些鸡汤 然后呢 我会加少许水 浸一浸过面 好了 现在我们要煮滚它 煮滚了之后 盖盖 变成小火 煮它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就要继续 盖盖 关火 让它休息半个小时 好了 那在半个小时 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煮我的配菜 就是那个野菜干萝卜 混合了 OK 那现在可以休息一下 各位 好了 那个牛仔肉呢 我们已经煮好了 关火了 让它休息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要搅拌 那个野菜 混合了 好 我们开火 开一个中火 然后呢 拿我们的烟肉 放下去 哦 yes 我们呢 其实呢 基本上是 冬煎盆 就下烟肉 因为呢 我们想逼油出来 一会儿 自然就会散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 意大利烟肉 即那些 Pancetta 我觉得更好吃 不过 如果你想方便些 买普通烟肉做 都OK的 现在呢 我们就要 让它出油 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就是 煎到它们出油 然后呢 那你就可以 煮那些椰菜了 第二个方向呢 就是煎到出油 之后 再有它炸 炸到脆为止 嗯 第二方向是 好吃点的 好了 哇 煎到 多香 哇 又很脆了 正啦 可以大点抽烟 接着 蒜头 我呢 就把它弄烂了少少 爆一爆香 它先 仍然是中火的 我们可以浪一浪 让油 下去 炸一炸 哇 更加香了 哦 这些蒜头的油 再炸一炸 用蒜头 哇 救命 很棒 很香 真的 好了 轻轻爆一爆香 接着 红萝卜 然后呢 就可以盛一盛 接着放我们的椰菜 好 这里要慢慢来 因为你有机会 就会掉出来 像我一样 慢慢盛一盛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会加少少盐 不用太多 因为烟肉 已经有点咸味在菜上 接着我们还会 连牛仔肉的汁 所以我们 这个菜不用太多盐 好 接着我们就加一些百里香 一些干的百里香 这个味道很搭 好了 接着我们就盖上 用一个中慢火 我们大概煮它 5至8分钟左右 5至8分钟左右 好吗 接着就可以了 可以吃了 哇 好棒啊 当然 这个菜可以变成饭 哇 那时候真是中得了 喂 不客气了 哇 正 哦 脱肉 excuse me 骨头是脱 骨头是脱了 哇 先煮肉一下 嗯 好好吃啊 酸酸的 少少甜 配上这个菜 完美了 真的好吃 记住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以及追踪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当然可以赞一下 谢谢大家 哇 继续 出品 等下来 我们下来 不快 我们下来